嗨,大家好,我是莫菲 给自己一些专属的时间 静听心里的声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的题目叫做 你见过96岁的少女吗? 这个女人震惊了全世界 年龄越大越觉得时间紧迫 也觉得自己一天天变老 许多曾想要做的事会失去勇气 曾经想去的地方会忘记 如果你现在就觉得自己老了 那今天的故事会让你深受刺激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她的名字叫做菲利斯 她出生于1923年4月4日 今年95岁 但她比39岁甚至29岁的人还要年轻 有的人25岁就已经死了 只是到80岁才埋葬 而菲利斯的一生活出了三生三世的精彩 人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只要你想 菲利斯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14岁第一次上芭蕾课就爱上了跳舞 长大后成了职业芭蕾舞演员 二战期间还随团赴美军基地劳军演出 25岁与队友组建舞蹈组合 成功完成世界巡演 30岁与喜剧演员 在纽约和洛杉矶之间辗转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菲利斯放弃事业 而是各种演出不断 45岁最后一次电视谢幕 至此为止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然而另一种生活才刚刚开始 50岁菲利斯成立了自己的时装品牌 说菲利斯是少女 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 她永远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 不给自己设限 在她63岁到69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还在海湾战争期间 被任命为运输机机务长 70岁菲利斯精通两门外语 意大利语和法语 75岁菲利斯成为音乐家 完成了年轻时的梦想 这是她弹奏音乐师的双手 看到她的演奏 不少人为之震撼 86岁还发行了一张名为 《探歌不眠症》的CD 收录了她创作的六首探歌舞曲 80岁菲利斯开始学习舞蹈 并在多地表演探歌 82岁菲利斯开始尝试冒险 那时最喜欢空中秋千 同年因为秋千的灵感 她创作了《Free Fall》这首歌 然而在一次受伤之后 她在朋友的介绍下 第一次走进瑜伽课堂 那一年 她85岁 此后 菲利斯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在她看来 练习瑜伽是与自己的身体对话 并发现身体的巨大潜能 至今菲利斯极为感激 自己跟瑜伽的相遇 同年 菲利斯开始尝试更高的高度 跳伞 在飞机上 都是比她小几十岁的男子汉 她在完成之后高呼 我还会再来的 菲利斯在空中飞翔 比许多男人还要淡定 下来后有人问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 赞 93岁的她 平时很喜欢跳绳 她说 再忙也要健身 健康大于一切 练完 再拉会儿柔韧 看着一字马 93岁时 她以一位老兵的身份 接受记者的采访 而她的一生 彻底把记者和全世界惊呆了 1986年到1992年 也就是她63到65岁期间 她还在美国空军服役了六年 海湾战争时期 还担任过C141运输机机务长 记者来采访菲利斯时也颇为吃惊 这是一个93岁的老奶奶吗 我是不是采访错了 这动作连20多岁的小伙子都不一定能完成 还有一位经常锻炼的记者 要和菲利斯来比一下 结果被秒杀 如今菲利斯一下火遍全球 经常会有节目组邀请她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她还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户 用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分分钟秒杀一切网红 如果你觉得自己老了 那么你就真的老了 她说永远不要说 我没有时间 那是个谎言 这是6月21日她发布的Inz 对于这样一位活力四射的老顽童 人们往往会有一个永恒的问题 她是怎么做到的 老顽童的答案是 运动 学习和倾听 要爱你正在做的事情 要爱你自己 然后你就能有更加开放的心态 面对未来 而未来也会给予你更多的机会 菲利斯在自己的博客上 写了一段话送给年轻人 她说 看看我 如果你想要说做什么事 已经太晚了之类的话 请你再好好思考一下 92岁生日时 一段翩翩起舞的汤克视频 更是让整个世界惊艳了 她在1分32秒来了个四周旋转 然后在4分22秒再次开挂 而背景音乐就是她自己创作的 保持一颗对世界的好奇心 想做什么 像个孩子一样 具无所畏惧 那么时光最多带走的是你的容颜 只要你的灵魂是有趣的 你便拥有着少女的模样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 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只要开始 永远不晚 人生最关键的 不是你目前所处的位置 而是迈出下一步的方向 她今年95岁 你几岁呢